被一个穿越者占据身体 还遭到他一脸嫌弃 等他发现我的夫君是当朝首府 模样异常俊美后 他变得无比满意 只有这样优秀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 古人愚笨 我只要被些失聚 再拿出些火药 肥皂之类的方子 一定能轻松将他拿下 可他不知道 我的夫君多智而近腰 是个清醒的疯子 我被公主推入了荷花池 我不会睡 又是冬日 衣服厚重 公主拦着别人不要救我 我很快就沉了下去 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 我发现我的灵魂飘在半空中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 却看到我的身体 却坐在铜镜前 说着奇奇怪怪的话 好烦 我这次怎么要攻略一个有妇之夫 古人愚笨 我只要被些失去 再拿出些火药 肥皂之类的方子 一定能轻松将他拿下 在住穿越女的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我总算明白 这个自称是穿越女的人 占据了我的身体 他自信且聪明 来这的目的 就是为了攻略我的夫君 他不知道 我的夫君多智而近腰 是个清醒的疯子 在穿越女攻略成功之前 我总觉得 我的夫君会先杀了她 我曾试图回到我自己的身体 没有成功 每每我靠近自己的身体 那一头就会传来一股力 将我推开 我也无法离自己的身体太远 只要超过十丈 魂魄就会被迫拉扯回我的身体旁边 我没有办法 只能跟在穿越女旁边 穿越女把屋子转了个遍 里面的动静 引起了门外丫鬟的注意 他们以为我醒了 大喜 派了人去通知顾严 又紧张地劝穿越女躺回床上歇息 夫人 你大病出狱 还是回床上歇息吧 大人要是知道你病还没好拳 就下床走动 会怪罪我们的 没想到 这攻略对象还是宠妻狂魔 我就喜欢这种男人 这一次 穿越女没有出生 我听到的是她的心声 宠妻狂魔吗 倒不如说是独占欲强 顾行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 分走我的心神 就连我们的孩子也不许 这也是我和顾严成婚三年 一直无所出的原因 阿姐 你有我还不够吗 床子之间 她总是这样问 语调温柔 动作很凶狠 我喉间的声音被撞得破碎不堪 只能被动承受她给的欢愉 没过多久 顾严就匆匆赶来了 到了门口 她将大肠丢给了下人 雪白的大肠衣摆 沾着淡淡的血迹 再来见我前 她刚刚杀过人 还不止一个 顾严走到了穿越女的床边 穿越女见到顾严 那俊美的容颜 微微恍神 这张脸 居然比我那个世界的最帅的男明星 还要好看 听说我这个便宜丈夫 还是当朝首府 年轻有为 只有这样优秀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 顾严微凉的指尖落在穿越女的额头上 烧已经退了 她微皱的眉眼稍稍缓和 那一日引你去湖边 害你落水的那些人 我都让他们受到了永世难忘的教训 只是公主暂时还不能动 顾严修长的手指 拂过乌黑的发 阿姐 有朝一日 我把公主的头砍下来 让你踢着玩 好不好 穿越女脸色一白 身子有些抖 她没有想到 身边俊美四折仙的人 手段却很拉斯罗刹 明明她说的是杀人的事 语气却平静 仿佛像是在说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去放个风筝吧 一时之间 穿越女不该回什么比较好 顾严仿佛察觉了什么 定定的盯着穿越女 阿姐 你怎么不说话 穿越女捂着心口 疼 顾严没心微拧 催促吓人 赶紧让大夫过来 我有心急 这穿越女也算是误打误撞了 顾严把她刚才的异痒 归结于她身体不舒服 不再追究 大夫没过多久 就拿着药箱过来了 一番望闻闻窃后 大夫说穿越女无大碍 只是大病出狱 身体有所亏损 需要静养 我有些失望 我原本抱着一丝希望 大夫能发现 我的性子换了个人 转而想想 大夫擅长看病 驱鬼这种事 该找的是大招四的大师 但顾严不信鬼神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 带着占了我身体的穿越女 去大招四上香 这下更不会有人发现 穿越女的异样 不 还是会有的 顾严聪慧过人 又与我朝夕相处 肯定会发现 穿越女的异常的 我吸气着 事实证明 是我想多了 穿越女神通广大 他很快就用那个奇怪的系统 想出了解决的法子 顾严走后 穿越女向系统 要了我和顾严的具体资料 又对换了演技出神入化的 神奇丸子 他向系统感叹 顾严比我想象的聪慧 性子也阴晴不定 幸好我机智 想出了心急这一招 将他搪塞了过去 我总感觉 如果他发现 我不是他的阿姐 会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 他后怕道 我还是不能小瞧了这古人啊 穿越女子系查看了 我和顾严的具体资料 等看完后 他的神态放松了许多 原来顾严不是因为柳如烟 比他年长两岁 才叫他阿姐 他俩真的是姐弟呀 这顾严可真够病态的 为了不让柳如烟嫁人 使了各种手段 没想到这柳如烟 看着柔柔弱弱的 手上也沾着血呀 这两人可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我和顾严的关系 没有这穿越女说的那样不堪 我与顾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八岁时 我娘带着我改嫁给了顾严 顾严还有个儿子 那就是顾严 第一次见顾严 他缩在角落 小小的一只 他身上都是青子的伤 衣服也泼泼烂烂的 唯有那双眼睛 看着我手上的食物 闪烁着渴望的光芒 很亮 随后 他声音甜诺 语气无害 唤了我一声 阿姐 晴朗的天空 呼得乌云密布 如同变幻无常的命运 谁都不知道 那一声稀松平常的阿姐 如鬼魅般 将我俩纠缠成了 无法摆脱的宿命 那时候 我还没把食物递给顾严 他就被顾严 踹出了金明远 大好的日子 看到你就会气 顾严让人把顾严锁在了柴房 我看到顾严把他踹到地上后 他就一动不动 担忧他死了 于是我取了伤药 想了想 又偷偷拿些食物 去了柴房看他 顾严的生命力旺盛 见我过去 他飞窜到了我的面前 也不喊疼 仰头脆生生地看向我 又叫了我一声 阿姐 我的心软成一片 将手里的食物塞到了他的怀里 吃吧 顾严饿极了 就像是怕被抢食的小兽 狼吞虎咽地吃完 也不说话 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我 无声地说这三个字 还有吗 然后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似是觉得他不该要求那么多 我又心软了 我去了厨房 又偷偷拿些食物给他 给他上了药 这样的事情 有一就有二 有一次 在我给顾严缝补他破的 露出棉絮的衣服时 他问 阿姐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细细想了想 因为我是你阿姐 顾严长了一双 极好看的眼睛 那一日 他长洁微颤 眼眸湿漉漉地 换我阿姐 我便生不出拒绝的意思 而且有个阿弟也很好 以后我嫁人了 也有娘家人撑腰 次日 他送了我一对木雕 上面刻着我和他 栩栩如生 阿姐 我们俩要永远在一起 就像这对木雕一样 我以后要嫁人的 我会娶你 我当时只当是童言之语 未诚想 顾严是认真的 后面经历了许多事 我们的命运 就像是无序的线团 纠缠不清 穿越女接下来的话 打断了我的回忆 她问系统 系统 我到了柳如烟的身体里 那真正的柳如烟又在哪里 她该不会就在我身边吧 她会跟我抢夺身体吗 我怕她那系统神通广大 察觉到我的存在 将我的魂魄囚禁起来 尽可能离穿越女远远的 耳朵却微微竖起 想知道 我是否能抢夺回自己的身体 得到的答案 却让我无比失望 系统让穿越女无须担忧 有她在 我是无法夺回自己的身体 一年之后 我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到了那个时候 即使有外人的帮助 我也无法回到自己的身体 这对我来说 是个噩耗 我就像是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 大夫告诉我 还有一年的寿命 我能做的 就只有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因为我无法指望 顾炎发现穿越女的异常了 这几日 她每日下潮 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穿越女 穿越女靠着系统给的那丸子 把我演得唯妙唯笑 无人怀疑我的信子被换了 我心中着急 不断在顾炎身边晃悠 吸迹着无感敏锐的她 能发现她身边飘着我的魂拓 她确实发现了不对劲 但她发现的是 穿越女的屋子有些阴冷 不适合主人 大半夜的 她差人搬了家 将穿越女安置在了京郊的那处宅子 那一处宅子稍有地龙 哪怕是在冬日 屋子里依旧温暖如春 采光也很好 那一处宅子比我们如今的宅子 要大几倍 是顾炎知道 我不喜欢京城的喧嚣 特地在京郊购置了一块地 画了图纸 请了能够巧匠建造的 亭台楼械 无疑不美 要说唯一的坏处 就是离朝堂很远 她要比往常早起半个时辰 当初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迟迟不愿搬家 顾炎年纪轻轻 位高权重 根基不慎稳 要处理的事物繁多 烛火常常燃到夜半 她还喜欢折腾我 又要上早巢 总共没几个时辰 好好歇息 我不愿意她为了我的舒适 牺牲她本就不多的睡眠时间 没想到 顾炎最后还是搬了宅子 搬家的那晚 穿越女高兴坏了 顾炎联系她大病出狱 不忍心她瘦一点泪 她没有让穿越女下地 抱着她上了马车 又小心翼翼地 将她放进了床中 将她视若珍宝 系统 没想到顾炎一介书生 肩膀那么宽厚 臂膀那么结实 这完全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身材 完全是我的理想型 而且她好爱我 她舍不得我瘦一点泪 穿越女抱着枕头 兴奋地在床上打着滚 没过一会儿 她又皱起眉头 就是她联系我大病出狱 到现在都不肯碰我 如果不是为了不崩人设 我早就把她扑倒了 毕竟 我得在一年内 怀上她的孩子 才算是攻略成功 原来穿越女口中的攻略是这个 顾炎看着清风际月 如雪山之巅的高领之花 无欲无求 事实上 她不是什么禁欲之人 一想到穿越女顶着我的身体 要跟顾炎行那时 我有点反胃 过了半月 穿越女的身体养得差不多 这意味着 她可以着手正式攻略顾炎了 这一晚 顾炎和穿越女用完膳后 就去了书房处理公务 穿越女股默着时间 穆了欲 挽着松松散散的发 领口微微散开 露出一节修长白皙的薄狗 热气将脸颊熏得红彤彤的 逃塞雪敷 以赴任君彩鞋的模样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要是男人 都受不了女子这副模样吧 更何况 我此时此刻 还是顾炎心爱之人 随后 她端着点心甜汤 身形轻轻鸟鸟地进了书房 我拦在了穿越女面前 想阻止她接近顾炎 但现在的我就像是一团空气 被她轻轻一撞 就散了 我早就猜到了是这个结果 可缺固执的 想要试一试 万一呢 可惜 失败了 顾炎冷淡的眉眼 落到穿越女身上 犹如煎冰融化 她割下了笔墨 迎了上去 阿姐 你怎么来了 还不等穿越女回答 她就皱起了眉头 阿姐 你怎得穿那么少 你大病出狱 不能受寒 顾炎拿起了一件大肠 将穿越女那裸露的雪白皮肤 给遮得严严实实 穿越女瞬间 从一颗任君彩鞋的桃子 变成被包裹岩石的粽子 不是 顾炎有毛病吗 我都穿成这样了 她不碰我就算了 怎么还把我包得这么岩石 我这还怎么勾引她 我坐在梁上 本来还难受着 看到顾炎的举动 听着穿越女的付费 突然有些想笑 穿越女脸上依旧挂着 温温婉婉的笑容 阿炎 这是我煮的甜汤 你喝一点吧 我听你身边的小厮说 你这几日事物繁忙 常常忘记用膳 犯了慰疾 顾炎面色稍缓 你费心了 顾炎慢条思理的喝着甜汤 穿越女依照我之前的习惯 走到了顾炎身后 极有技巧的 替她按着她太阳穴 轻声细语的叮咛着 功务再重要 也要注意保重身体 好 都听阿姐的 顾炎眉头渐渐舒缓 穿越女将 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 穿越女逐步攻略顾炎 而我 则只能无望地等待一年后 成为飘无所义的 顾魂野鬼吗 过了一会儿 顾炎喝完了甜汤 平静的夜里 汤匙搁在此晚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阿姐 夜深了 你先去歇息吧 穿越女终于说出了她的来意 今晚 你能陪我一块歇下吗 她眉眼低垂 语气羞涩 你最近不睡在我身侧 我歇得并不安稳 昨天夜里还做了噩梦 仔细听 那语气里还有些委屈 我一直嫌顾炎过于黏人 巴不得跟她日日分房睡 这还是第一次 我主动挽留她 顾炎应当会答应吧 果然 她将穿越女拥入了怀中 我也很想念阿姐 她埋在穿越女的肩头 贪恋地嗅了一口她身上的气息 语气眷恋 竹心爆开 发出噼啪的声音 似乎在预示着 今晚并不会平静地度过 我的心 就像是浇上了热油 翻来覆去的煎熬 不想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顾炎马上就是她的囊中之物 她等了半天 没等到顾炎进一步的动作 她不急不缓 她知道她还需要再添最后一把火 阿炎 这是书房 我们不能这样子 我还是站起来说话吧 穿越女拱着脸 想站起来 又无力地倒在了顾炎的怀里 两人贴得更紧了 炎丝和缝 欲据怀音之下 是她不着痕迹地在她身上点着火 穿越女脸上是志在必得的笑容 她等着顾炎失控 对她这具身体为所欲为 我看得着急 却知道无论如何 都阻止不了顾炎和穿越女 更进一步地交流 刚刚我病急乱投医 不断地在顾炎耳边提醒她 穿越女并不是我 别被她那副皮囊给骗了 她没有任何反应 我最后气急了 还杀了她两巴掌 气她那么聪明一个人 却没认出我的身体 换了个性子 我还想打穿越女两巴掌 但那是我自己的脸 有点下不去手 那就只能委屈顾炎了 我又打了她两巴掌 反正打在她身上 她也不痛 我心里稍稍能痛快些 做完这一切 我气鼓鼓躺在了横梁上 捂住了耳朵 未曾想 顾炎最后居然克制 而手里地松开了她 她神色骤然恢复了平静 替她整了整微乱的衣衫 又将她的碎发 别到了耳边 阿姐说得对 夜深了 你先回去吧 穿越女垂下了眸 眼下了她一闪而过的错愕 好 她在心里破口大骂 不是 顾炎真的有病吧 我都送到她嘴边了 她怎么不吃 还是说 她不行啊 不 根据系统你给我的资料看 顾炎很行 她该不会 是发现我的不对劲了吧 那瞬间 穿越女的身体变得僵直 而我 翻身下了横梁 顾炎真的发现她的不对劲了吗 穿越女走到了门前 顾炎清冷的嗓音 在她身后响起 阿姐 等一等 穿越女僵硬地转过了身 勉强地挤出一丝笑 你还有何事 阿姐 你别多虑 今日之事 不是我不想 是我不能 顾炎微微敏唇 神情有些严肃 大夫说过 你身体亏损得厉害 近期最好不要进行方式 穿越女没想到顾炎如此敏锐 看出了她潜藏的不快 她继续道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一旦开始 若不艳足 便不会结束 在你身体彻底养好之前 我们保持些距离比较好 穿越女有点怕崩人设 红着脸 慌慌张张地解释 我刚刚没有对你生气 顾炎不慎在意 扬起了一抹笑 无妨 阿姐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 我很高兴 她抵着穿越女的额头 呼吸交织 再过些日子 我定会好好补偿你 顾炎长相俊美 那双眼睛更是勾魂夺破 眼尾是一颗小小的多情红质 不笑时 自带三分笑意 令人如沐春风 仿佛自己是极重要的人 认真看她时 都化为了缠绵的寝衣 就如漩涡般 不知不觉吸引人沉溺其中 当今圣上最宠爱的三公主 就是无意间见了她一面 就再也无法放下 那个时候 顾炎是圣上最看好的年轻臣子 再加上她已经有了发气 哪怕三公主再怎么要求圣上 让顾炎娶了自己 圣上都没有松口 至于顾炎 就更不会答应了 于是 三公主就把气撒在了我身上 她恨我一个寻常女子 因为和顾炎相识得早 就不要脸占了顾炎妻子的名头 我根本就配不上她 只有像她那样高贵的女子 才是顾炎的良配 我不爱参加那些宴会 再加上外出时 顾炎几乎跟我形影不离 三公主找不到机会 还是被三公主 寻了捉弄我的机会 我被推入了荷花池 池水冰冷彻骨 我险些丢了半条命 此时此刻 我看着自己漂浮在半空的身体 突然觉得 我现在这样子 跟丢了性命也差不多 这一边 穿越女听着顾炎的情话 感受着她拙人的视线 脸更红了 她回了房间 又抱着枕头搭起了滚 戏桶 怎么办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顾炎了 她好有魅力一男的 她殷勤不定 一会儿功夫 她又沉下了脸 一想到她的深情款款 都是对柳如烟 不是对我 我心里就好不爽 不过没关系 柳如烟一个封建女子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什么都不懂 哪里比得上我 我一定会让顾炎爱上真正的我 我望着穿越女信心满满的模样 心里乱糟糟的 这一次 顾炎因为联系我的身体 没有和穿越女友过多的亲密举动 那下次呢 该来的总会来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了解自己的枕边人 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客气手里的君子 她是一头耐心的狼 她将我遗忘 那穿越女身上有太多的神秘有趣的东西 她那样自信也在正常不过 到了那时候 就不会有人为被抢了身体 成为孤魂野鬼的我 讨回公道 又过了半个月 大夫再次给穿越女把了脉 她彻底养好了身子 这意味着 穿越女又可以再次攻略顾炎 她特地叮嘱丫鬟 做了顾炎喜爱的吃食 又温了小酒 你在门框边 殷切地盼着顾炎下朝回来 她感叹 这男人太爱自己 有时候可真是甜蜜的烦恼啊 为了吃这口肉 我等了快两个月了 我容易吗 这一等 就等到顾炎要亲自下江南震灾的消息 近些日子 江南水患严重 百姓流离失所 圣上早些日子派了官员去震灾 那人贪了一部分震灾银钱 这事本来不会东窗事发 他底下的人有一套学一套 低价买了有年头的陈米 吃死了不少人 这事彻底闹大了 有些百姓被有心人煽动 表示活不下去了 他们要造反 顾炎此行 就是去收拾这官员留下的烂摊子 京城和江南来去 最快也要大半个月 穿越女不知道顾炎要在江南待上多久 一下子就急了 阿炎 我同你一块去 顾炎拒绝了 此行路途遥远 我身体原本就弱 又大病出狱 不适合跋涉 更何况 江南有不少难民汉匪 他不愿意我以身涉险 顾炎也舍不得离开我 但在他心中 我的安危是最重要的 无论穿越女怎么坚持要同他一块去 他都没有答应 反而有些不解 阿姐 往日 你总想我黏你太紧 我出远门 你再高兴不过 你这次怎么这么黏人 穿越女就像是吸了火的哑炮 过了几瞬 他集中生智 但日我落入湖中 差点死了 我才明白 我不想和你分开 只想好好地跟你度过余生 顾炎闻言一笑 阿姐 我们的日子还长 你待在家 等我回来就行 穿越女还在挣扎 我真的不能陪你一块去吗 顾炎点点头 谋色温柔地摸了摸 我耳后的那颗小痣 我也很舍不得跟阿姐分开 可我不能为了一己私欲 就这阿姐的身体安危不顾 穿越女无奈 只能干巴巴地来了一句 早去早回 顾炎转身进了外面走去 外头风雨飘摇 小丝连忙撑着伞 替他撑开了方寸的安宁 走了机敏远 顾炎用只有身边人能听到的语气 吩咐小丝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阿姐每天做了什么事 你让他身边的丫鬟 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 寄给我 好 小丝感叹 大人您对夫人可真上心 哪怕要分离一些日子 也不愿错过夫人的点点滴滴 顾炎淡淡道 至少我不希望阿姐知道 如果有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她没说话 只深深看了小丝一眼 小丝熟知她的手段 也懂她的未尽之言是什么 她打了个寒颤 又恢复往昔沉默寡言的模样 我明白 顾炎微微扣动了御班纸 低声轻男 上心吗 她转头 隔着雨连 她看到穿越女还站在屋檐下望着自己 太阳唇露出一抹极温柔的笑容 穿越女脸颊泛起了红韵 等她回过头 立马变得面无表情 周身寒冷一片 我感觉顾炎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又觉得她可能只是单纯关心穿越女 她的性子就是这样深沉 令人难以捉摸 顾炎一去就是三个月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一开始 穿越女心情还算平静 带吃吃带喝喝 闲暇时 她也不忘给顾炎做一些衣衫鞋子 写一些书信 寄给她 用她的话说 这叫刷好感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穿越女发现 距离她攻略顾炎的实现 只剩下半年左右 她开始急了 这柳如烟体弱 很难有孩子 顾炎又不愿有孩子 掺和进她和柳如烟的生活 每次都做好了措施 我要想一年之内 怀上和顾炎的孩子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更何况 现在留给我的时间 连半年都没有 她跟系统抱怨着 系统神通广大 她很快就从她那里得到了一枚药丸 又重新稳定了下来 系统你的新手大礼包可真好用啊 可惜 我只能兑换一样东西 我就不信了 顾炎会外出一年 顾炎跟我久别重逢 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君子 到时候 我们干柴烈火 嘿嘿 穿越女在家闲着无聊 还叫丫鬟们 吓起了五子棋姐闷 系统劝穿越女 暂时别显露出她的不同 穿越女不以为意 系统 你就是太谨慎了 在古代 主子就是天 我已经叮嘱过他们 别把我跟他们蛮无子棋这事 告诉其他人 否则 后果自负 再说了 别人知道了又怎么样 还不许我在家闲着无聊 想出这等解闷的法子 对了 我最近一直在看书 等下次顾炎带我参加宴会 我还要显露我的诗词天赋 先来一首枪进酒吧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去还富来 到时候 我肯定会声名远扬 像顾炎这样聪慧之人 也会被我不同的一面所吸引 还有那个傻逼三公主 我看她还敢不敢到处贬低我 说我没有才情 穿越女突然觉得 和顾炎分开一段时间 也不是什么坏事 人都是会变的 更何况 她还跟她分开了好几个月 她变得跟之前的我不同 一点点展现才华 相对来说 也变得很容易接受了 而在这段时间 我不再只困于自己身体脊胀的距离 能去更远的地方了 我隐隐觉得 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我就如风筝 而我的身体 就是那一根牵入我的线 等我彻底脱离了身体的桎梏 就是我成为孤魂野鬼 再也无法作为柳如烟的时候吧 到了春末 与穿越女扩别了四个月之久的顾炎 终于回来了 顾炎先入了公述职 被圣上留了饭 等她回到宅子 已经是晚上 几个月不见 顾炎整个人愈发灵力 通身的冷漠 气势惊人 等见到穿越女 她将那种锋芒通通收了回去 就像是见回了剑鞘 阿炎 你终于回来了 穿越女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 要去拥她 顾炎不着痕迹地避开了 我一路上风尘仆仆 先去沐浴 穿越女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又红了红脸颊 小声地说了句 我伺候你沐浴吧 不用 爱姐你在屋子里等我就好 穿越女点点头 回了屋子 她对静梳妆 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有诸多期待 不多时 顾炎就进了屋子 正是春末夏初 顾炎穿了件单薄的月白色衣衫 袖口袖着淡淡云纹 妖术玉带 她刚洗过澡 湿发披散 腹白成红 那双好看的眼睛 射人心魄 就像是画本子 是来吸人惊喜的妖怪 穿越女看呆了 半晌 她才愣愣道 阿炎 你头发好湿 我给你擦擦吧 穿越女站在顾炎身后 替她脚干头发 主动提起了她不在的那段日子里 她学着做了些诗词 阿姐说来听听 穿越女微微一笑 直接来了一首水雕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哪怕我对诗词没有造诣 也知道她做了一首很好很好的词 穿越女念完词 问顾炎 阿炎 我写的这首词如何 极好 我倒是不知 阿姐还做的一首好词 你别夸我了 穿越女笑笑 这些日子 我太想你了 就开始读一些诗词歌赋 转移注意力 也试着自己写了一些 就是感觉写的不怎么好 阿姐自签了 顾炎真心实意道 京城第一才女作的诗词 都远远比不上你 穿越女面露的色 等她给顾炎脚干了头发 亦有所指道 阿炎 夜深了 顾炎冷不丁道 阿姐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既然是惊喜 提前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顾炎拿起竖发的袋子 绑住了穿越女的眼睛 你随我来 穿越女很高兴 阿炎你有心了 一路奔波 还不忘给我准备礼物 顾炎扯了扯嘴角 没说话 我察觉到 她看向穿越女的目光中 并无半点爱意 反而是浓烈的杀意 我一正 顾炎是察觉到 穿越女的不对劲了吗 顾炎领着她 穿过了重重曲折 来到了一处灯火通明的竹林 林子中间竹子被罚空 留下一片空地 上面 画着繁复的法阵 法阵旁边 站着一个留着长须的道长 她年纪很大了 头发花白 被却挺得意外的直 精神绝朔 她伴随着眸 等顾炎和穿越女走近了 她才掀起眼皮 看了她们一眼 她的眼里 是一闪而过的金光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 她好像看了我所在的方向一眼 望着这场景 我心中欢喜 顾炎真的察觉到 穿越女的不对劲了 还找了大师对付她 等到大师把穿越女 从我身上赶走 我就能重新回到我的身体了吧 只是 穿越女身上的系统 那么神通广大 不知道这位道长 是不是这系统的对手 阿炎 到了吗 穿越女一山单薄 林子露水又重 风从她的胳膊上扶过 她打了个寒颤 快了 顾炎声音平静 把穿越女 领到了法阵正中央的位置 才松了手 开始吧 顾炎冷声道 看的是道长的方向 哪怕穿越女在迟钝 听到顾炎不同往常的冰冷声音 也感受到了不对劲 阿炎 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 她摘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条 就看到自己在法阵中央 余下的话再也问不出口 随着那道士的血落在法阵上 那原本暗淡扭曲的伏法化为金色 如同熔岩般流转起来 这场景 看着有些诡异 穿越女神情惊骇 阿炎 你这是在做什么 穿越女下意识要往外走 那些伏法化为金色的线条 这话该是我问你才是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真正的阿姐 又被你藏到什么地方 穿越女一正 随即意识到 一定是她哪里露出了马脚 惹得顾炎怀疑了 她身子一抖 露出茫然的神情 阿炎 我就是你的阿姐呀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顾炎扯出一抹极残忍的笑 手里多出了一把小刀 那就不用懂了 有张道长的所先正在 你哪里也去不了 我会一片片刮下你的肉 直到你说出阿姐的下落 我顿时明白 顾炎只知道 眼前这穿越女有古怪 以为她是哪里来的精怪 变成我的模样 还把我给藏起来了 她并不清楚 这穿越女只是占了我的身体 她现在伤害她 其实就是在伤害我 穿越女在心中 疯狂求助着系统 系统 攻略对象要杀了我 怎么办啊 什么叫攻略有风险 后果自负 你今天必须 给我想着脱身的法子 系统你说话呀 别装哑巴 冰冷的刀锋 贴过穿越女的肌肤 她身子抖得厉害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眼睛如何 每次你用那双 跟阿姐一样的眼睛看我 我就觉得恶心 你那双眼睛污浊不堪 写满了贪婪二字 男人吞去了那身 行走人间时的人皮 露出了她冷血无情的一面 穿越女下的闭上了眼睛 惊声道 阿炎 我真的是你的阿姐 是我们俩一起杀你的父亲 这件事 除了天知地知 就只有你知我知 顾炎手中那刀尖堪堪碰上皮肤 刀锋尖锐 有血珠立马从白皙的皮肤浸出 灯影摇晃 顾炎黑发披散 皮肤冷白 唇红如血 此时此刻 她比穿越女 更像是山中会吃人的惊怪 她动作微顿 唇角勾出一抹笑 声音柔和了些 哦 你倒是说说 当时我们是怎么杀的那出声 穿越女一听有戏 慌忙到 她当时喝醉了酒 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和你就一起把她给杀了 再具体点 穿越女支支吾吾 说不出来了 系统只给了穿越女 关于我和顾炎的基础资料 关于我们一起经历的一些事情的细节 穿越女是不知道的 她在心里呼唤着系统 系统似乎是被那道士的术法给压制了 发出的声音断断续续 她根本听不清 穿越女很崩溃 系统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 我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掉了链子 系统靠不上 穿越女只能靠自己 她刚要说 她记不清了 就听到头顶传来顾炎冷沉的声音 你该不会说 你忘了吧 那件事对你我来说 都足够刻骨铭心 相信再过十年 你都不会忘记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阿姐 穿越女几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有忘记 那天是我拿起花瓶砸晕了她 然后你拿刀捅死了她 是吗 不对 穿越女听出她语气的不对劲 连连否认 是你撞见了她对我同谋不轨 伤了她 就吓了我 而我恨死了她 直接一刀捅死了她 穿越女说的都不对 当初 我娘带着我嫁给了顾家 图的是顾玉身为书生的财气 俊美的容颜 还有那张惯会哄人的嘴 等嫁回去 我娘才知道顾玉不是良人 我娘开了一家豆腐房 生意极好 攒了不少钱 她家里没有人 就只剩下我和她 顾玉看中了我娘的钱财 婚前才对她各种温柔小意 等顾玉把我娘骗到手 她就露出了真面目 顾玉自视甚高 又郁郁不得志 脾气很差 一有点不顺 就对我娘拳打脚踢 她还是个赌徒 经常抢我娘的钱去赌 赌赢了 就喝酒去花楼买醉 顾玉就是顾玉和一个清官的儿子 那清官也是被顾玉那张俊美的脸庞 和那张哄人的小嘴给骗了 心甘情愿和她春风一度 还生下了她的孩子 后来 清官生了重病 临死前 将顾玉和她攒下的那点钱 通通给了顾玉 顾玉是冲了那点钱 才收下了顾玉 她一直怀疑顾玉不是她的孩子 而是清官和哪个野男人生的野种 所以经常对她拳打脚踢 我和我娘到了顾家 顾玉的近况才有了改善 而顾玉赌输了 就会狠狠地揍我娘 说她晦气 生来就是磕她的 只有我娘把赚来的钱给顾玉 顾玉才会给她几分好脸色 我曾经劝我娘和顾玉和离 我娘一脸的苦涩 她说 她是二嫁女 如果和顾玉和离 会被街坊邻居的唾沫给淹死 我娘时常哀叹她命不好 我的亲生父亲死得早 嫁得顾玉又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 哀叹完 她继续起早贪黑 赚钱给顾玉花 等我和顾玉长大了 就对顾玉的暴行进行了反抗 顾玉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不是我们俩的对手 我娘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她总是破口大骂 说她生了个白眼狼 又说白把我们俩那么大了 到底是怕我和顾玉 她也只敢骂 不敢再动手了 可我娘还是因为今年累月的操劳过度 病逝了 她去世没多久 顾玉喝了点酒 趁着顾玉不在家 摸到了我的房间 企图对我通融不轨 我拿起花瓶 砸晕了顾玉 她的后脑勺流了好多的血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顾玉 我一点都不慌 只觉得畅快 只是还不够 她间接把我娘杀死了 她又凭什么好好活着呢 鬼使神差 我拿起了那破碎的花瓶瓷片 捅进了她的胸膛 顾玉被疼醒了 她的脑袋被我砸得晕乎乎的 抓着我手腕的手 也没多少力气 我很轻松 就正开了 我正要捅第二刀 门开了 是顾玉回来了 顾玉呼救 爱言 好儿子 快救救我 这个疯女人 要杀了我 我那时候的神色十分平静 望着顾玉 你要报关吗 顾玉走到了我身旁 握住了我拿着瓷片的手腕 极快地从顾玉的脖子上滑过 一点都没犹豫 血如水柱 源源不断地从顾玉脖梗处喷出来 落在了顾玉那张白皙的脸上 有种残酷的美感 那血也落在了我的眼中 血红了一片 整个世界颠倒混乱 又变得很安静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就像是我最忠诚的信徒 半上 我听到顾玉那冷静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阿姐 现在我们是同谋了 后来 我们毁尸灭迹 一起来了京城 单薄的行李里 放着顾玉年少时送我的两个木雕 此时 顾玉遗憾道 你知道的很多 但你说的都不对 他再次把刀尖 对准了穿越女的眼睛 穿越女怕极了 被冰凉指腹撑他的眼皮 颤抖得厉害 顾玉轻叹了口气 你既然这么怕 为什么就不能老实交代呢 这样还能少受一点苦 穿越女有些绝望 不是她不想说 而是不能说 系统说过 一旦她透露她的存在 就会被抹杀 她只能装傻到底 顾玉没那个耐心 对穿越女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劝她坦白 她决定对她动用一些手段 我在她身边急得团团转 却没有一点办法 这算是什么 命运的捉弄吗 还是我和顾炎手上沾血的报应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 回到自己的身体 那一具身体 却即将被给予得到 我下落的爱人 折磨得惨破不堪 到了那个时候 不知是我还是顾炎更痛苦 千军一发之际 一直在掐绝 演算着什么的道士 用手里的浮尘 阻止了顾炎 搞错了 这不是精怪变换成了 令夫人的模样 勾引你 这就是令夫人的身体 而易士来客 占据了令夫人的身体 顾炎盯着她 你说什么 张道长又说了一遍 她刚刚的推演结果 她还提到 她的师父提起过 每过百年 就会来一个易时来客 在一个叫系统的怪物的帮助下 接近这个世界气运最盛的人 那女子需要长久的 跟气运最盛的人在一起 而系统则会源源不断的 吸取那人的气运 获取能量 简而言之 那系统就等同于 那些吸人精血的精怪 顾炎应当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顾炎不在意什么系统 也不在意自己的气运丢失 她只在乎一件事 我去了哪里 令夫人生机未断 魂魄离不开身体太远 她浮沉一指 正是我所在的方向 若我的五感没错 令夫人就在你右手边的位置 顾炎文言 朝我的方向望去 极认真的许诺 阿姐 你不要害怕 很快 你就能回到原来的身体 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尽管知道顾炎听不到 我还是轻声硬了声好 鼻子有点酸涩 这段日子 我就像是 现在的沼泽地里 无法挣扎 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而现在 顾炎要把我 从这一片绝望中拉上来了 在张道长准备做法 要用的法器时 穿越女问顾炎 你什么时候知道 我不是柳如烟 你变成柳如烟的第一天 你有太多的破绽了 我的阿姐走路时 习惯性先迈出左脚 体快时 会先吃右手边的第一道菜 所以每次 我都吩咐厨娘 把阿姐爱吃的那道菜 放在右手边 她说了许多我的小习惯 有些小习惯 就连我都不知道 穿越女更是听得 微微瞪大了眼睛 我听到了她的心声 顾炎有病吗 谁会观察别人走路 先出左脚 还是先出右脚 顾炎只是记性太好了 加上她大部分时候 都跟我在一块 又格外在乎我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我 甚至比我自己 穿越女不解 那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自然是为了稳住你 找出阿姐的下落 顾炎知道我还活着 只是不知道 被穿越女藏到了哪里去 至于她为什么知道我还活着 是她曾经陪圣上 去大昭寺上乡时 看到圣上让大昭寺的高僧 给皇子皇女们 要是还好 不会受人戳磨 那些外驾到其他地方公主们 若是出了事 通过魂灯 圣上能第一时间知道 顾炎那时 自认不会和我分开 但妥善起见 她给我也点了一盏魂灯 那些日子 我的那盏魂灯越来越暗了 却还是亮着的 顾炎暗兵不动 是想稳住穿越女 免得她恼羞成目 做出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早在她发现 穿越女假扮我的第一天 她就上了大昭寺 大昭寺的主持 去云游四方了 归期不定 她将她遇到的情况 依依跟主持的接班人袁妙说了 她怀疑 我是被什么鬼怪附身了 毕竟 我鼻尖的小痣 耳垂的红痣 甚至幼年时从树上摔下来 在手背上留下来的伤疤都还在 若是有人假扮我 不可能假扮得那么像 袁妙却不这么认为 若是我被鬼怪附身 魂灯应当变成黑色焰火 后来张道士说 因为穿越女士 一时来刻 不是什么鬼怪 所以我的魂灯颜色才会入常 那是袁妙猜测 应当是精怪变换成了我的模样 接近了顾炎 袁妙又说 他道法不像他师父那样身后 他们这一派也不擅长降服精怪 有个姓张的道士擅长此道 他最近在江南云游 顾炎可以找他来试试 于是 在江南出现水患时 顾炎主动请英去了那边 早在一个月前 顾炎就把江南的水患与动乱解决了 为了找寻这张道士 才又多停留了一个月 等找到他 顾炎就带着张道士 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到了子夜 张道士终于把法器准备齐全 在他一番掐绝做法之下 我看到有个半透明的灵魂 从我的身体里被拖拽了出来 伴随着凄厉的叫声 穿越女在喊 我不要任务失败 我已经车祸去世了 如果再任务失败 就彻底活不成了 而我的身体就如漩涡 将一直飘在半空中 如浮瓶般的我 吸了进去 隐约间 我听到了穿越女心喜若狂的声音 太好了 我还有一次攻略机会 下一刻 我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躺在了柔软的床上 我摸了摸的脸颊 触感柔软 不像之前 碰到的是一片虚无 我这是顺利回到自己的身体了 外间有声音传来 一个月了 阿姐怎么还没醒 令夫人的魂魄离了身体太久 很虚弱 和身体重新融合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原来 我已经睡了一个月吗 阿言 我轻声换她的名字 不过瞬息之间 顾言就到了我的面前 就如一阵风 她冰定地看着我 一向喜怒不行于色的她 呼得红了眼眶 阿姐 我好想你 她拥着了我 紧紧的 像是要把我留进身体里 紧侧湿漉漉的 是她哭了 印象中 顾言从未哭过 哪怕被顾玉打得没有一块好肉 事实上 我也没逼好到哪里去 一看到她 多日来的彷徨无衣 都有了宣泄口 过了半晌 顾言轻轻地失去了我的眼泪 别哭了 眼睛都肿了 我本来已经快止住了泪 听到她安慰的话语 鼻子又开始酸了 我抓着她的衣巾 又是一顿乌叶 顾言拍了拍我的背 像哄小孩子似的 哄着我 阿姐 不过去了 不会过去的 我还记得 穿越女脱离我身体时 说的那句话 她还有一次攻略机会 这意味着 她还会卷土重来 张道长又去云游四方了 离去前 她给了我一块玉佩 这块玉佩 可保佑你鬼怪不亲 哪怕那一时来刻卷土重来 也无法再打你的主意 我放下了心 可顾言没有 她夜晚和我敌死缠绵 白日除了她必须要去的朝会 几乎和我形影不离 哪怕我要去净手 她都想跟着 我无奈 我不会有事的 可是我怕 她望着我 那双眼睛好看如星辰 就这么望着我 可怜巴巴的 任谁都没想到 在外杀戮果断的守抚大人 在家会是这副模样 使美人计也没用 最后还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她才勉为其难 给我留了些私人空间 一晃半年过去 又是一年中秋 圣上坡有一去 特地在宫中花园 举办了一个灯会 那些灯都是 请能工巧匠制作的 一盏盏巧夺天宫 又栩栩如生 这期间 还有猜灯迷环节 顾言为我迎下了一盏 我喜欢的兔子灯 我拿着兔子灯 正高高兴兴地往前逛着 呼得听到一道熟悉又恐怖的声音 等顾言走到偏僻的地方 我就差人把她打晕 我可是公主 到了我的宫中 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 事后她再怎么恨我 也拿我没办法 我现在可是皇帝 最宠爱的三公主 那是穿越女的声音 我寻着声音望去 就看到三公主正望着此处 目光里是势在必得 这一次 穿越女到了三公主的身体里 企图对顾言进行豪夺强曲 顾言见我脚步微智 问我怎么了 我拉着她往前走了几步 直到三公主再也看不到我们这一头 我才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 无妨 顾言很淡定 我有些急 你不知道 她那个系统有多神通广大 等你落到了她的手里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不做 不做的 三公主活不过今晚 什么 听她说 三公主看中了她 害死了供她读书 对她一直不离不弃的未婚妻 她这次动手 就是为了给未婚妻报仇 等说完这一切 她就用了件自吻 经历了这些事 这灯会也办不下去 圣上抓了一批人 就让大家都回去了 马车飞驰 我和顾言在回家的路上 那人是你安排的 顾言点头 她想报仇 我便推了她一把 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 把穿越女这个隐患也给解决了 我有些担忧 她毕竟是圣上最喜爱的三公主 彻查下来 很有可能会牵扯到你 顾言说 那江南水患贪污案 就和三公主的外家脱不了干系 世家水魂 三公主的外祖父所在的周家 私底下犯了不少事 都被他们用权力压了下去 顾言将她搜集到的罪证 送到了她的死对头手里 圣上本就因为那水患贪污案 对周家心生不满 又看到周家人气上瞒下 做了那么多恶事 已经下了决心 要狠狠地惩治周家一顿 没人会彻查三公主的死 查了又如何 周家就要遭到圣上的厌弃 他们讨好不了圣上 更无法从周家得到任何好处 彻查还有可能节外生枝 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既然那近时都说了 她是为了给未婚妻报仇 不如早早解案 而且顾言这是做得十分谨慎 再怎么查 也查不到她身上 顾言说完这一切 望向我 阿姐 你会怕我吗 她虽是为了替我报仇 手段到底残忍 真的让人把三公主的头砍了下来 滚到了我的面前 我早就了解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又怎么会怕呢 当我看到那一幕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食指相扣 例如当年她握着我沾血的手 阿言 你忘了 我们是同谋 顾言微微一笑 是啊 自当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